这个女孩很惨,为了让姐妹们提高收入,她组织罢工,结果最后只有她一个人被开除 经历了两个月的入幕付出,她终于又找到一份商场受贿员的工作 但却碰到了心情不好的富家女无端挑刺,她又被辞退 这之后,她再也没找到工作,为了吃饭,她去了宫廷酒吧 这里是有钱男人的聚集地,也是穷苦女人的翻身地 第一次来,她手足无措,被一个胖男人欺负,她后悔了,想走 但胖男人又把她推了回去,这时,一个年轻绅士解救了她 两人聊得很开心,生事要请她吃饭,她同意了,因为她太饿了 吃完饭,生事很有风度地给她找了房子,留了钱 女孩感动得不知所措,但好景不长 六个月后,生事给了女孩一笔钱,希望结束这段关系 女孩搬走了,钱很快花完,正是大萧条时期 她依然无法找到工作,于是又去了宫廷酒吧 虽然是乡下姑娘,但样貌出众,气质非凡 很快一个小伙看上她,这个小伙酌酒无度,举止有些粗鲁 但她对女孩还算温柔,所以女孩把她当成救命稻草 不幸的是,四个月后女孩怀孕了,巨大的身份差异让女孩知道 她们不可能在一起,所以女孩要走 小伙给了女孩50英镑,一个月后,女孩再次身无分文 她向一个妇女私善机构申请救助 这个机构是一群富家太太组织的,旨在帮助困难女性走出困境 在现场打遍环节,女孩自称是玻璃夫人 李市长认为她没有资格用这个名字,因为自己也被成为玻璃夫人 最后女孩被拒绝,走投无路的女孩决定自杀,但此时,她似乎还有一件机会 富豪正在宴请未来女婿,一个名叫库尔的探长不请自来 她说三个小时前一个女孩自杀身亡,她首先拿出女孩的照片给富豪看了一点 富豪先否认,然后又承认,女孩两年前在自家工厂干过 因为带头闹罢工,被自己解雇 富豪的理由无懈可及,因为资本家都是逐利的 最后探长又把照片给了富豪女儿看 女儿看后变得语无伦次,因为一次她和母亲去买衣服 母亲认为她没有导购有气质,而导购恰巧就是那个女孩 她心生嫉妒,投诉了女孩,女孩再次丢了工作 此刻富豪的女孩深感抱歉,鬼不当初 接着探长没有拿出照片,而是说出了戴希伦敦的名字 富豪的女婿心头一惊,一眼前 她与落魄的戴希在宫廷酒吧第一次见面 戴希楚楚可怜,温婉动人,立刻捕获了她 在之后的六个月中,两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直到她的这场联姻被排上日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和戴希的关系 说完后,富豪女婿眼面痛哭,对女孩的自杀愧疚不赢 探长继续是自己的调查,把照片给了富豪的妻子看 富豪妻子一口否认认识女孩 在探长的不断拆穿下,富豪妻子终于承认 她曾作为慈善组织的负责人,拒绝过这个女孩的救助申请 富豪妻子毫无避讳地说,她怀孕了,她以波林夫人的名义申请 这是我家族的名字,所以我判断她撒谎 最后高贵的波林夫人还痛制了女孩男友的懦弱 在波林夫人大放厥词的时候,探长把照片给富豪儿子看了一眼 就是这个女孩,她曾经深爱的,但最尊我抛弃的 因为她家是显赫,女孩身份卑微 女孩不敢渴求嫁给她,于是她也就放弃挣扎 给了50英镑,让女孩自生自灭 听到女孩自杀了,富豪儿子悲痛不已 在说完所有人的原罪后,探长转身离去 留下这家人忏悔自己的罪过 让她又感觉这个探长很古怪,于是给警长打电话 一打听,果然最近没有什么新来的探长 而且医院也没有接受自杀的女人,一家人如是重负 刚才每个人被揪出的罪恶似乎不存在了 甚至怀疑他们做的那点错事,并不像探长说的那样 都发生在一个女孩身上,因为探长每次只给他们一个人看了照片 此时这家人一扫之前的愧疚感,关于又充斥了这场家庭宴会 两小时后,宴会接近尾声,不好儿子心神不宁,决定去找女孩 还没出门,电话响起,警长来电,一个女孩自杀,送医不治身亡 原来探长是假探长,他是上帝 他体现说出了这家人的原罪,但他们却不弥补 而匆忙求证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他们有时间去解救女孩,求证自己的错误 但他们没人行动,因为他们不在乎自己有没有作恶 只在乎会不会有严重后果 没有严重后果,他们道德高尚,勇敢担当 造成严重后果,他们又深感愧疚,鬼不当初 这或许不仅仅是这一家人,而是所有人的黑暗面吧 做着不大不小的措施,想是不清不楚的后果 然后两眼一闭,被子一蒙,说一句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第二天,一切照旧